我们杨家村这么多年来,还从没出过这么丢人的事。 我告诉你啊,你要是再闹腾,我就找村里的老人开祠堂。 村长,你不能这么偏心啊,你…… 我偏心?你真是没良心啊,因为你重男轻女,生了五个姑娘还不好好对待的事。 我们杨家村在附近都出名了,附近有姑娘的人家,都不怎么考虑咱们村了,你也不检讨一下。 村长说着背着手,就离开了。杨大牛看着梁平安手里的棒子,一边往后退,一边说道, 你给我等着,这事儿不算完,老子等着你过来。 你说,他不会真的干出什么事儿来吧? 不会的,你给他个胆子,他也不敢杀人放火,最多就是把他闺女扔咱家门口的能耐了。 闺女,怎么不高兴了呢? 梁平安说着把福娃抱了起来,然后举着她举高高,果然,福娃嬉戏地笑了起来。 她这么小,要是闪了腰可怎么得了啊? 不会的,我手里有准头。 好几个儿子,也不见你这么喜欢过一个。 蹦下出孝子,闺女就不一样了,这闺女啊,就得疼爱才行。 你总是有理。 爹,娘,大伯家的报国来了。 肯定是大嫂又给福娃弄什么好东西了。 闺女啊,你看,全家人都在疼你呢,咱们得快点长大呀。 你大伯母,二伯母,还有姥姥,舅娘做的衣服,你才能美美地穿啊。 娘,我也想快点长大,我想吃好吃的。 昨天晚上,因为报国的来临,做了好几个菜。 不过,不知道是不是许久不吃油水,大家都有些拉肚子。 他爹,不行,今天就别去地里了。 没事,我早上不吃了,空空肚子就好了。 你说啊,人真贱啊,能吃苦不能享福。 那玉米面天天吃没事,吃点肉还拉出去了,真是浪费。 你这人啊,吃东西不拉的,那是皮羞。 行了,我走了,老大去卖菜,顺便带着老二两口子,去镇上看看。 行,中午早点回来,我让老大家的做点绿豆汤给你喝。 杨静看着丈夫离开,哄了会儿女儿,梁大嫂端着汤和菜饼子,就进来了。 娘,我看你吃了好几天的粥了,吃点菜饼子吧。 行,粥也不顶饱,还是菜饼子好。 我昨天就吃了半个,味道真是不错,你的手艺越来越好了。 我的手艺可比不上娘。 珀喜两个聊了一会儿,梁大嫂就去收拾了。 杨静本来在哄孩子,可是突然之间肚子疼,她本就没在意,谁知道不停地去厕所。 去了三次之后,她都有些站不稳了。 娘,你这是怎么了,我给你叫大夫去。 先扶我去厕所吧。 梁大嫂点了点头,扶着杨静就去了厕所。 等两个人都出去之后,打开的窗户,进来了一个人,向着床边走去了。 梁大嫂扶着杨静回屋的时候,两个人看到床上空了,都是一愣。 快,快找人去。 哎,娘我知道了,我这就去。 那是你家老大媳妇吧?不应该啊,她应该在家照顾她婆婆呀。 爹,不好了,爹,扶娃不见了。 啥,扶娃不见了? 老大媳妇,你赶紧说怎么回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